你口口聲說你不支持一國兩制 台北這邊對我們的待遇 就跟對高雄是不一樣 你們就在實施一國兩制 金門立委陳育珍怒批陳建仁 一國兩制 因為金門雞蛋來台需要檢疫 陳育珍認為金門雞蛋遭不平等待遇 惠州諸文要檢疫的時候甚至 你不要跟我講那些東西 我要跟你講一國之類 境外的你不要跟我討論 對啊 一樣啊 我在講說檢疫的科學 那是境外的 境外的 境外的 金門是境內 境內 到底有沒有聽懂 金門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是風險不一樣啊 即便正月解釋 金門容易由中國鳥群飛入 中國情流感又有致死案例 金門雞蛋才有檢疫制度 經檢查並開立健康證明 就可放行 但陳育珍依舊不買單 大聲怒嗆 燒餅啦 廣東都什麼 都還要電你先去登記 然後才可以帶上去 你知道嗎 我們會提高 我院長 我請問你 你高雄會給我這樣做 可不可以 但欄委不只針對檢疫制度 王洪威直選也提及 五一勞動節放假 軍公教卻沒有放 被教師公會批評 一國兩制 內政部喔 還有我們的人事總署呢 有在召開會議 現在還沒有開會 所以我還不太清楚 他們的結論是什麼 對 今年五月一號不可能 我要看開會的結論嗎 從檢疫到放假制度 質詢台 火花四社